好的有线电视业者教导学生拍影片在暑假能够有好的学习课题 而英哥区青少年关怀协会 为了让这些年轻的朋友远离不良的场所 则是在每年的暑假都会来举办三对三的斗牛赛 那么今年也吸引了127支的队伍来参加 这些青少年朋友顶着炎热的太阳挥洒汗水 用篮球来写下自己的青春日记 为了让青少年朋友能够有正当的休闲活动 英哥青少年关怀协会 每年在暑假期间都会举办斗牛PK赛 希望青少年朋友可以度过一个健康正当的假期 这一次非常多的同学来参与 非常感谢他们能够对我们运动比赛的一个热力 也是希望我们所有的小朋友能够得到更好的一个成绩 我们在去年的时候非常的担忧 为什么很担忧 我们发现我们吸毒的人口增加太快了 太快还没有关系 还有一个最大的特色是 吸毒人口增加六年里面 有一个族群增加了一倍 这个族群是谁 是我们现在在座的各位 你们的职业叫做学生 让各位知道一下 我为什么会这么讲 就是去年的法务部调查的时候 发现我们的人口 吸毒的人口被我们用毒品为案 防治条例移送的 结果大幅的增加 为了防止青少年犯罪 吸毒等不良行为发生 三峡分局长于瑞峰亲自上台宣导 并且进行有奖侦达 希望青少年朋友 不要因为一时的好奇而误了终身 这个防毒宣导 我们要特别告诉这些青少年朋友 千万不要染毒 也千万要知道 我们政府取缔毒品的决心 我们现在已经前面对于 这个换毒的人口 我们前面加强气补 同样的我们也希望 这个毒品不能侵入我们校园 我们会从这个预防来着索 所以我们特别举办正当的休闲活动 希望同学在寒暑假里面 不只是要参加正当的休闲活动 而且不要因为这样子被骗 到最后又参加帮派 到最后可能打空又受骗 到最后很可能被害 为什么 因为到最后被这些不法的分子所侵害了 所以我们更希望同学 一定要在暑期期间里面 有正当的休闲活动 特别必要去沾染毒品 动牛PK赛在立委黄志雄的开球后 正式展开 127队场上较劲 青少年朋友顶着炎热的太阳 挥洒汗水 用篮球写下青春的日记 中佳新北新闻 英哥采访报导 热尔